全冲着中共、日本、印度阔别五年再进行海上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上个月底才和英国海军在印度洋进行军事演习,现在干嘛不停蹄的和印度进行联合军演目的,就是要对抗中共日渐增长的海上霸权。 综合外媒报道,停靠在斯里兰卡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与被弹须逐渐雷电。 于周日7日,在印度安德拉邦维萨喀巴坦集结和印度海军进行为七八天的联合军演,GIMEX-18夜度将会派出三艘国产战舰合一,搜游料补给舰以及PI长城巡逻机等直升机参与。 上一次的GIMEX军演已经要追溯到2013年报道中提到,GIMEX-18展现了日益在军事防御上的进一步合作,以及两国政府持续就维安问题,加强联系,以确保国际秩序得以执行。 两国这些年来也就返海盗行动,在亚丁湾有密切合作,加贺号上月底到印度洋与英国的返潜巡防舰。 阿盖尔号H.M.M.F.I.O.进行联合军演加贺号指挥官表示,我们与英国海军事事交也都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这些演习,是加强双方合作的好机会。